這就要來關心國民黨首場電視證件發表會 五位選將的表現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向來作風比較嚴謹 而且保守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也難得火力全開 把整個證件會當成是辯論會一樣 因為他一下子調侃說韓國瑜的表現好像有點太緊張了 還算郭台銘 你的講稿有一部分應該要多寫一點會比較好 最後才拿出他自製的手板 說他自己是正常倫 對於自己的表現朱立倫說炮火大多都是在開玩笑 另外還有一位總統初選的參選人張亞中 他在證件會上的論述相當清楚 表現突出也讓不少網友看了直呼被圈粉了 今天國瑜先有點緊張 這個你是地主啊 輕鬆一點 參加黨內初選電視證件會 朱立倫卻先點名民調戰局第一和第二的韓國瑜 郭台銘酸了一番 那個郭董剛才我在那邊旁邊有點偷笑 就是說他稿子最後一段要多寫長一點 因為我看時間還不夠啊 一些朋友說我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當中最正常的一位 說我是正常倫 雖然郭台銘 糗韓國瑜朱立倫還拿出手板道具 強調自己才是正常倫 火力全開的表現也讓網友點評就像剪刀槍 事隔一天朱立倫參加金融特展繼續舞刀弄劍 更說這件會交鋒就像是在筆劃武功 我昨天是平常心啦 但是我昨天也是去學武功啊 我昨天開了一個玩笑說韓市長有點緊張 嗯 這個總是朋友老朋友嘛 開他玩笑一下 不只朱立倫意外炮火猛烈 另一位參選人張亞中意外成為亮點 我的方法非常清楚 以兩岸目前的法理現狀作為基礎 結束敵對狀態 簽署和平協定 張亞中先生大家比較少看到他在這個公共場合的論述 那如果以這樣的一個論述來講 也是非常的穩健 清楚的兩岸論述在一陣互相攻擊中成功脫穎而出 也讓許多網友直呼背圈粉 也讓支持度領先的郭涵兩人多了些危機意識 記者領先見後才後面名下榮可以報導